YEAH 我是湯瑪士 今天有一個邀約 台南上次有人看完我的酒精散步地圖以後 問我說想不想來吃吃看我們的餐廳 大家也知道我對吃其實還蠻挑嘴的 但是這家店很妙 它跟我緣分 有沒有看到這個藍色的布條 它在我們上次拍台南散步蝸牛巷的時候 我有經過過 他們進來對我發出邀請 而且他們是一家在台南賣法式的餐廳 據說還得了米其林 我原本只是當初經過覺得這家店很漂亮很可愛 也想不到不到半年我竟然來了這樣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試試看他們招待我如何 然後也聽聽他們的故事 這一集我們就主要會介紹一家 為什麼在台南要開法國餐廳的故事 與東西到底好不好吃 好 那它這邊有菜單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菜單基本上就是在網路上都會公佈 它每個月或一季它會換 那我們這一季現在吃的是盲種 大家看到盲種會想到什麼 節氣 不對 是一想到你我就 喔齁齁齁齁齁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後等一下這個菜單 它都是一個套餐 然後有1980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程服務費 然後預約制 都晚上7點 那我們現在是白天 因為它今天特別開場給我們來品嘗品嘗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開胃小點 有湯 有前菜 哇有鞍唇耶 鞍唇芝麻明古屋 明古屋是一個吃的嗎 然後有海鮮 最近我們很愛聊番紅花這邊有番紅花 然後等一下有主菜 然後有這個地咪飯是什麼 應該在想是不是炊飯還是什麼 等一下請主廚介紹 然後還有甜點跟飲料 非常期待 介紹完我們就要準備進去 進去前要看一下它這個鐵窗花 它竟然是很可愛的山 這個設計滿可愛的 那一次經過這邊在拍老街的時候就覺得 它店滿有趣的 真的不錯 好那我們就進來吧 它的店名叫做Harapeco 很可愛 是日文喔 喔你自己用的 包含桌面 哇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用包含桌 所以就是說這個目光 要裝上去之前 擺在這邊 四十幾片我們自己烤 那這個鐵窗花你是雜魚少 鐵窗花的話是 綁以前五四川的那個人 可是這個你要找人幫你做 還是自己弄 這個是做新的 喔做新的 還有人在做嗎 還有人在做 在討厭 這是Chif是不是在跟我聊天 Chif以前是台南市人嗎 對台南縣 台南縣 對哪邊 六甲 六甲 喔我是新營 所以主廚是因為 以前 常看這個窗花想放嗎 還是因為配合老街 因為這邊其實是百美老屋 喔 那當初承租的時候 它其實是廢墟 喔 然後就是貼一點 慢慢慢慢用起來 是是是 滿滿漂亮 因為那時候經過就覺得設計得很好 對啊 那個時鐘是華公留下來的 你說這個七十幾年 還可以跑 我修了快兩萬多塊 哇 在台南真的都能看到這種 很棒的古董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 我們等一下就邊吃邊跟Chif聊天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 邊吃邊跟Chif 好好聊聊這家店的故事 跟用餐的美味 九州的日本酒 好 如夢事情 有名的仲間 那主廚你平常這邊都配清酒 清酒是為主 很多客人覺得說 吃西餐還是要以紅白酒為主 因為我的口味也好 都會比較淡一點 所以還是喜歡搭清酒 好 Cif店名的由來是什麼 好啦PECO日文叫做肚子餓 啊就是肚子餓這樣 對 前面會寫英文 後面會寫片假名 是因為我是做西餐 但是日本人對外來文化都會寫片假名 所以後面才會寫PECO 好可愛喔 肚子餓了人家 謝謝 那各位午安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開胃小點 Amuse Push 最左手邊開始的話是烏龍茶的戚風蛋糕 那中間的話是蛤蜊的可樂餅 最右手邊是台南陸君山的鳳梨 以及梅爾檸檬做的金球 請慢用 所以都是跟台南在地有關的 是 因為我每個月會換一次菜單 兩天左右就會去一次台南的市場 什麼季節吃什麼食材是最重要的 確實 上面是紫蘇嗎 上面是那個紅芥苗 它是非常清香而且綿密的口感 然後攪下去後那個烏龍茶的味道非常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很可愛 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可樂餅 可以放入一碗蛤蜊濃湯的感覺是什麼 它咬下去然後那個蛤蜊的鮮整個出來 就是這樣包住了一個濃湯在裡面這樣 這個蛤蜊可樂餅會上你 好吃 咸甜的檸檬丼 好吃 好香喔 開胃就有非常豐富的滋味很棒 它有一點檸檬的酸 但是上面因為它的那個 主廚上面那個葉子是 紅的 那個是石竹 石竹花 外面那個是蔬菜凝膠 蔬菜凝膠 它凝膠但非常檸檬 滋味非常的豐富 所以你為什麼當初會想回來台南開餐廳 在外縣市流浪十幾年 想說還是回家好了 可是你當初會有想過 在台南開會不會是很辛苦的事 一定是很辛苦 應該說台灣還是比較普遍喜歡吃日料 像西餐的話 當然是北部比較會有市場 像台南的話 有是有 但是也不會到很多 對因為台中還比較多法式 對高雄也很多 對但台南還真的 你算第一間嗎 蠻多間的 但是只是說 我這種形式的可能比較少 板前式的 對 因為我還是覺得說 其實客人好不好吃 看臉就知道了 我會想要了解說 今天客人是吃習慣嗎 還是吃不習慣 那你在台南這邊這樣開 有遇過一些很奇葩的問題 當然也是有 給幾個例 幾個例 一就是觸得亂七八糟 其實開還是蠻多常客的 對有時候像這樣子 我們還是得跟常客喝酒 我可能要必須一邊做菜一邊喝酒 這算是台南特有文化 對對對 就是他們比較覺得說 這樣比較有人情味 比較沒有距離 比較沒有距離 但是我就 我就臉比較臭 做菜的時候比較專注 因為我覺得客人花錢來吃飯 我不應該嬉皮笑臉的做菜 因為之前的學府 日本的學府都這樣教我 好那我們要準備下一道對不對 對 慢慢準備了 好慢慢來慢慢來 哇 那這個麵包是我自己做的 我們這邊的麵包都是我自己做 會先發酵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再烤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是佛手瓜 佛麵包沾濃湯 或者是前面的奶油 請慢用 謝謝 好我們來吃這個 Chief親手做的麵包 好香喔 哇 這個形容喔 一定會被觀眾面喔 但是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有生命力的麵包 就是一個非常扎實有活力的麵包 然後再來是主廚特製的這個 這算是佛手瓜濃湯還是醬嗎 佛手瓜 叫佛手瓜 濃湯 好 那個醬喔 吃起來有點像沒那麼濃的南瓜濃湯的感覺 這個醬走了以後呢 它還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麵包 很好吃 但是你沒辦法用任何的醬汁去掩蓋這個麵包原本的生命 它就是活蹦亂跳了 然後我們來配這個 剛剛在桌上一直都有的奶油 很可愛 營養師 我還是很努力的在接澱粉 但為了工作 我一定得吃 這奶油太髒了 聽說因為是發酵的 就會微酸 但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個佛手瓜也是台南產的嗎 對 台南產的喔 佛手瓜裡面就只有高湯跟佛手瓜而已 所以一天有幾份就是做幾個 所以你這樣一天備料花多少時間 一天備料的話 我基本上是十一點進來裡面 那十一點前都在市場 然後就開始準備到晚餐 七點開始 吃完麵包後你一定要把湯喝完 就是有愛的湯 非常濃 然後無麵粉都是奶跟佛手瓜 我剛剛覺得Chif講的很有道理 就很多客人是常客 因為Chif他每個月會換一次菜單喔 每個月會定時跟三五好友來這邊用餐 看全新的菜單跟體驗 其實這是一種儀式感我覺得蠻重要的東西 對 就是會讓人覺得生活的期待 對就是我想知道下個月吃什麼 這樣會有什麼新的料理 然後這是一種很快樂的用餐環境 跟與Chif之間的對談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概念 確實在台北比較爽 不錯不錯 期到下一個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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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這個是高雄六龜的鞍醇 那我們今天下面搭配的是雲林的甜蒜 那芝麻是用安定香 台南安定香做的芝麻 我把它做成脆餅 那今天鞍醇的Sauce 是用醬油以及味醂做Sauce 可以用刀叉也可以整個拿起來 切麻油 好 先吃個安定的芝麻 哇 這個安定的芝麻好香喔 滿滿的芝麻香氣 安醇 你絕對沒有想過這是安醇的味道 非常的鮮嫩多汁 是否有去骨嗎 有 我側地留最尾巴一小段骨頭 可是它原本的肉有那麼多嗎 肉是我把它捲起來的 你有在加肉進去捲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你看 醬汁有一點和風感 那它那個肉這樣捲進去再加上原本很好吃 有點像我們在吃雞腿捲的感覺 但是沒有那麼柴 這非常好吃 然後配一點它下面墊的那個甜蔥吧 嗯 嗯 配一點甜蔥後那個 香氣跟比較重的味道就會被沖淡這樣 很好吃 嗯 很棒 會安全很厲害 這個魚是朋友在澎湖賣海鮮 他寄給我的 我的魚都是這樣 這是澎湖的酒會 台灣人說的屎斑 那這是野生的 那今天搭配的是馬鈴薯泥 還有關廟的綠竹筍 以及茴香 那Sauce的話是用翻紅花做的Sauce 那魚肉有熟成過 那建議用刀叉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來吃吃這個野生石斑 澎湖的 翻紅花醬 我跟你講 如果剛剛那個可樂餅是 一口吃完蛤蜊濃湯 這個魚一口就是整隻石斑魚 飛到你嘴巴裡 非常Q彈 而且保有它的生命力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今天都在講生命力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調味 不是用調味來取勝的時候 食材本身的生命力是很重要 這是非常 感覺剛剛還活著的石斑這樣 就跟現撈的差不多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Q彦的醬汁用的蠻有趣 就是它的醬汁比較不是重味道 反而是一些慕斯 泥狀 自然風味的追求 我覺得蠻好 它的醬汁都不會讓你 很有壓力 好 很棒 這個魚有生命的石斑 好吃 鴨胸 屏東的鴨胸 我有先熟成 三天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是用 均度橙酒 以及波特紅酒做的醬汁 那豬的話是 屏東的平埔黑豬 那它是黑豬肉的原生種 那醬汁是用意大利的馬薩拉酒 旁邊的配菜會有 栗子的地瓜泥 牛蚌絲 還有茄子泥 以及紅黃甜椒的燉菜 請慢用 謝謝 每次吃這種 法式的餐廳 然後決勝點是什麼 鴨胸 我自己啦 覺得是決勝 就是如何去處理鴨胸 是這家餐廳的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鴨胸很難處理 因為鴨胸其實很厚 然後再來有這個味 再來就是它的皮 那這個chiff它做到的很厲害 就是它的皮是 酥脆的 那肉呢它就是 完全去除了我們害怕的味道 然後又非常的軟嫩 然後鴨除了有味道外就是肉會很潤 但是完全不會 但是完全不會 你覺得你學鴨胸的時候會很 難 很難味啊 因為我這邊都 太厲害了 這邊都是直我對決 在用龍眼木炭 台南的特有龍眼木炭 做煙燻 所以肉都會有一個煙燻味 那個香味 那紅紅的是 那個紅紅甜椒的燉菜 水茄燉菜 這很好吃耶 它是甜甜的 然後它又有茄子的香氣一樣 它搭鴨肉非常的激 然後這是牛蚌絲 沒有油耗味 很清香的牛蚌 這醬也很不錯 這醬配牛蚌非常搭 香氣很濕 所以這吃起來非常的爽口 好 因為我們兩份主餐 一份豬一份鴨 沒有補鴨 鴨就被我吃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吃豬 主廚超推 他再次強調 這個豬很難找 屏東的平埔黑豬 七分熟的豬耶 意油味精 它是一個 它有豬的肉搖桿 有豬的甜度 但是呢 就沒有豬的味道 非常的甘甜 這樣 然後它外面的 胡椒香氣又很重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平埔黑豬很厲害 真的不要每次都覺得 一定要吃高級的食材 可以吃吃看在地食材 在那個地方吃那個地方食材 還是最貴 好吃 黑豬 這豬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耶 而且是台灣養的 這樣有人在富裕這種豬 也是滿神奇的 這牛蚌也很好吃 牛蚌要低溫下去炸 你太高溫的炸的話 它就 顏色再深一點 它就苦掉了 台農77號 台灣的月光米 我們今天做成燉飯 那裡面是澎湖的豬螺 珍珠的豬螺 羅肉螺 還有帕馬生起司 請慢用 所以你外面那個菜單的日文的意思是 燉飯 就是吃完這一道 下一道就是甜點 收尾的飯 對對對 因為如果這個燉飯跟 剛剛的主餐對調的話 你的肉可能吃不下 飯是要偏硬一點的 但是它的非常的入味 最到米心的感覺 然後再上那個 豬螺雖然很小 但它的那個鮮味在飯裡面 你會自己覺得你自身在 豬螺雞公園 沒有很多 但是 義勇未盡 很好 會叫這種感覺 我們這個年紀已經不是一個 追求吃飽的年紀 而是一個 心滿意足的感覺 這很妙喔 飯因為說要米心 會飯很偏硬 但是豬螺卻是Q的 豬螺去彌補了 你期待的飯的原本的口感這樣 很有趣的一道菜 好吃 太非常的壽司 冰淇淋之外 核桃以及葡萄 這是桂花嗎 那個是接古墓 這是接古墓 對 第一次看到本人耶 然後 蘋果片也是日紅的 這個皮 這個很難做 它的皮 你以為是脆的 其實沒有 它咬下去就化開了 所以我連拿都是很輕 無溫度下去的話 就開始已經溶解了 然後裡面的 溶解蜜跟在吃蜂蜜一樣 但卻沒那麼甜 燙到嘴巴裡以後 它整個就自然的 因為溫度化開了 非常的 Smooth的感覺 很棒 非常好吃 很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個 核桃跟葡萄的冰淇淋 確實自己做的 它有個尾韻 是那個 核桃的味道 然後裡面再出現了那個 切古墓的香氣 這冰淇淋剛好 好香喔 很好吃 蘋果耶 蘋果很香耶 蘋果是台灣嗎 不是 那麼甜 你有加糖 有加一點 糖水泡過一個晚上 它有個香氣 再風乾 嗯 很好的甜點 開心 而且都是台灣 你熟悉的味道 很棒 很好 很好的結束 這就是完美的一餐 你在想菜的過程中 會不會覺得好玩還是很累 麻煩 不會 我滿開心的 滿開心的 那像這樣 譬如說現在這個月 這個菜單是 我們現在吃完已經是要換的 對 那你下一個菜單已經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所以你這個前置期大概拉多長 這一季叫盲種嘛 對 盲種一推出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在想下一季了 嗯 下一次是小鼠 小鼠 鼠叫小鼠 小鼠 我們的茶點 Putifu 那給各位搭配咖啡跟茶的小點心 一個是香蕉的棒蛋糕 一個是巧克力 裡面是紅心巴勒跟蘋果 那巧克力請一口吃 請麻油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來 配最後的茶點 先香蕉棒蛋糕 我超喜歡吃棒蛋糕 我那天是看諾基講還是誰講 為什麼叫棒蛋糕你知道嗎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是用一棒來做的 所以叫棒蛋糕 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棒棒棒棒棒的樣子 這是台灣香蕉 對 而且我是買那種整根黑到不行的 黑到不行 這樣子它的甜味才會出來 很棒 雙關魚喔 棒喔 好 再來巧克力要一口噴 嗯 私底下的人知道我 不太吃巧克力糖衣果的東西 然後我剛咬下去 我想說 應該是比較沒那麼甜 不對了 它那個巧克力衣裡面炸開都是水果 它等於把果泥果醬包在巧克力裡面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當你還在懼怕巧克力的時候 它就 炸出水果加寧華 很棒 茶碟也很有誠意 那感謝炯今天的招待 那我想問兩個問題 好 你覺得你開這家店呢 是希望帶給客人什麼樣的感覺 讓大家不要覺得說法國菜好像是高不可攀 可以說 1980就可以吃到法國菜 不要說好像一定要到三四千啊 四五千五六千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對於還沒有來過想來的客人啊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 希望大家都認識一下我們台灣的西餐 讓更多人知道說我們台灣不是只有台灣菜 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多元的國家 它有很多國籍的料理 法國菜也好 西餐也好 義大利菜也好 雖然只是其中一角 但是它也是包含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上 滿一年了嗎 滿一年了 剛滿一年 那這一年對你而言收穫大了 收穫蠻多的 對 今天很感謝哈拉Picco的招待 肚子餓了 我真的覺得食材用得很好 料理的手法也很精緻 而且價格公道 加上主廚對於他的食材非常的認真與用心 我真的覺得台灣其實是一個食材的包庫 你認真來吃真的有很多沒想像過的料理方式跟手藝 我真的覺得非常值得 它講得很好 台南其實吃的很多 但是不是只有小吃 其實因為我自己沒辦法拍大菜或合菜 但是也有很多很好的餐廳 歷史悠久的餐廳 或是很值得這種推廣的職人精神 我覺得在台南真的很多 所以下次如果你想要試試看法菜 或是法式的餐點 這個哈拉Picco很值得你推薦 我們今天不會強調它是米其林 因為我覺得米其林對台灣人而言 並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台灣到處都是好吃的東西 它實至名歸 但我覺得它也不會特別強調 因為它就是真誠真心的在做自己的職人精神 這個餐廳吃完以後來往往那邊走 這就是蝸牛巷 然後每一道法菜大家知道要吃很久 其實說它大概每一餐間隔兩個小時到兩個半 我中間就會出來散步 消化然後在這個巷弄裡頭 就是之前拍過的蝸牛巷 其實很舒服 我一定要繞一圈走一圈 然後再回來 下一道菜就準備好了 對 其實很美好 有沒有覺得嗎 然後這個環境都很棒 對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來吃吃看 OK 好 那這就是這一集的 可惡我標題還沒想到耶 簡稱桌邊故事齁 好 我真的想不到什麼好的 就是透過吃飯的時候 跟料理的人對談 了解美食的意義跟美味的東西 但是希望大家能喜歡這個系列 然後如果之後 也有很不錯的廠商來邀約 或是很好的餐廳 我們再用這個形式拍 好 這集就是很希望能好好的記錄 餐廳跟人之間的溝通 我們這次是吃房種 然後他說下一次是小鼠 對 下次有點小鼠 網路上都會公佈他的菜單這樣 對 大家可以去追蹤他的iDuo Facebook 好 那最後我們就再次感謝 HaraPaco的招待 好 那我們就期待之後 還有更多類似的節目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集這樣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下面的湯買事也幫我加一下 那來台南也記得安排一個時間 來吃吃看 HaraPaco真的很棒 好 掰掰 那記得預約喔 現場還是沒位子了 好 掰掰